欢迎来到青燕布吉地市 今集讲讲厨房经历 试完我想买一只锅 原意是想买一些台湾的生铁锅 暂时未遇到 我最后为何选择这个 因为我想试试一些并非易结锅式的锅 这个锅的资料是由铝质去建造的 资料上它说这种表面都是用土层的 但它用一些极硬化的土层 希望没有以前我用拖腐那么容易脱土层 因为土层就没有了 以前也拖了很多就是这些锅 比较上如果用不锈钢锅来比 不锈钢就很容易粘底 要极高温等很久才可以做到 我相对如果用易结锅就可以很低温 都不粘底 所以可以方便一些尖蛋之类 但是中间位我发觉 这个铝质的锅就有这个好处 因为它快全面 而且它所说是涂层是坚硬 就算用钢锅铲也没有问题 所以它也建议用海绵 清洁就可以了 其实我都会想着只用清水清洁 让它养油 养油的意思是希望它每一次炒东西都 都积一层油 它慢慢养到一个很厚的油 这样就会更加容易使用 这段时间也用它来煎牛肉 我都觉得它还未去到好像热或结锅 那样不粘底 但是都容易处理的 而且真的升温很快 就比较适合高温 和适合油炸和不粘底 但是它也是有装塑的 但是它的用途就好像同意结获 就不同 我使用的感受 我觉得它就很容易抛锅 所以暂时就未知道 它化学物质有多严重 暂时使用过也都觉得挺好 这个SEEGLE 大家下期想到朋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